印度媒体16日被一则新闻刷屏 印度时报称 由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克拉和卡罗尔莱奥尼格撰写的新书 《一个非常稳定的天才》即将发行 书中提到的一个细节令印度人很无语 在和印度总理莫迪的一次会晤上 特朗普对莫迪表示 印度不必担心中国 因为中国又不在你们的边界上 据说当时莫迪的眼睛惊讶地突了出来 《华盛顿邮报》15日最早报道了这一消息 报道称 这本417页的书 以特朗普的自我认定而命名 两名作者是《华盛顿邮报》因报道特朗普通俄门 而获得2018年普利策奖的团队的成员 作者称 这本书基于对200多个来源进行的数百小时采访 书中披露了不少让人吐槽的季节 例如特朗普上任前 曾急不可耐地打断采访 询问 我啥时候能见到普京 朗读宪法时结结巴巴 还抱怨 就像读外语 甚至当着莫迪的面 脱口而出 中国又不在印度的边界上 把莫迪禁得目瞪口呆 今日印度的报道称 据该书描述 特朗普发表这番言论后 莫迪的表情从震惊和担忧 逐渐变为无奈 特朗普的一位助手告诉作者 在那次会议之后 印度与美国的外交关系退后了一步 报道同时称 《华盛顿邮报》没有指明 该书中描述的这次会晤 发生在何时 特朗普和莫迪已经举行了几次会晤 印度和美国目前正就特朗普 可能在今年2月 首次访问印度进行讨论 印度news18网站 16日的报道称 受这一消息影响 谷歌网站15日晚 关于印度中国边境的搜索量剧增 网民们想知道 印度和中国是否真的共享边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认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讨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问